大家好,今天教大家编一个类似于聚宝盘的收纳框 这是6毫米宽的皮皮带 准备90厘米长的72根 72根都在中心点对折好,折出一个痕迹 准备好之后,拿出总速的一半,也就是36根 把这36根一排的排在桌面上 桌面上可以先放一根胶带或者美纹纸 这样固定一下,它不会到处乱跑 一排的排上去呢,就是中心点给它对齐 中心点在一个位置,在这个胶部或者美纹纸上面一点点就可以了 一根接着一根,自己把36根的都排好 36根都摆好后,一端用一本书压住 压住呢,也是让它不要到处乱跑 如果它不会到处乱跑,这个书也可以,不用压 好,这些呢,现在就是竖条 接下来我们找到它的中心位置 中心位置呢,就是第18根和第19根中间 打上一个记号 第18根和第19根的中间啊 不要把它数错了 我这里呢,是放了一颗夹子 小发夹,大家可以用别的东西 只要给它打个记号就行了 可以用笔画一下也可以 好,接下来呢,还剩着36根条 这36根呢,就属于横条 我们来把横条往这里加上去 横条呢,是分为两个面加 这里是竖条的中心部分 就是往中心点两边加 这边加18根上去 这边又加18根过来 我们先加这个面的18根 第一根,第一根呢,是以压二条二穿入 我是从右往左穿啊 大家看的时候就从右边先看过来 以压二条二穿入 其他的地方呢,就是压二条二 压二条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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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直压二条二到底了 好,就把它放上来 放上来之后 中心点就放到这个夹子这里 正对着夹子 中心点有一个折行啊 这个夹子呢,就是让我们看中心点 第二根一条一压二 穿入条一压二 条二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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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二 到中心点这个地方有一个压一条一 好,中心点 挨着的两根条是压一 条一啊 好,先把它放进来 我是把条都拿起来了 和第一根一样 把条都拿起来 然后中心点呢 全部都放在这个夹子这里 就是所有的横条中心点都对着这个夹子 后面我就不说了 一条一压二穿入 这里呢,全部都是正常的 条二压二 到中心点这个地方 是有一个压一 条一 压一条一完了之后 又是正常的压二 条二压二 然后一直到头了 压二 条二压二 条二 然后这里只有一根呢 是轮到压了就压 如果它有两根呢 还是要压两根的 因为只有一根了 所以我们就压一根 这个边边这个地方 好,这是第二根 第三根以 条二压二穿入 条二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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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是条二压二 从头到尾啊 放进来 中心点 对准这个夹子 对准这个夹子这里 第四根以压一 条二穿入 压一 条二 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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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到中心点 旁边这里呢 是挑一压一 挑一压一 闻了以后 又是挑二压二 挑二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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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头 这里只有一根呢 轮到挑的就挑起来 好,放进来 中心点 正对着夹子 好,是四根一个循环啊 我们一共要加十八根上去 后面的十四根呢 都是循环这几根 循环到哪根就 到哪根 接下来的第五根 和第一根一模一样 第六根和第二根一模一样 第七根和第三根一模一样 第八根和第四根一模一样 第九根呢 又和第一根一模一样 以此类推啊 大家就自己去加 记不住的你把教程倒回去看 十八根加好后呢 是这个样子 大家对一下里面的纹路啊 就是这个图案 这个图案一样的话就对了 这个图案呢 它是越往上 越往中间并拢啊 这种花样越往中间并拢 形成了一个三角形的样子 好,是这样子的话就对了 对了以后呢 我们把这些边边用夹子固定一下 不然它会到处跑 先是固定一下两个边边 这个条呢比较容易跑啊 这些你也可以先固定一下 它就到处跑 好,这个角落 两个角落固定住 中心点这个地方 就是这个夹子对着了 正正的对着上来的地方 也给它放一颗夹子固定一下 好,这个夹子呢 一定要在中心的地方啊 可以数一下就是 在18和19根条之间 你可以数一下 1234567890 12141618 好,对了啊 对了之后呢 这一面就好了 我们来做另外一面 这个胶部可以起掉啊 没有用了 好,我们旋转180度 来做另外一面 旋转过来呢 是这个样子 到这个地方 我再固定它一下 因为它会到处跑 这个地方呢 其实它是 横条的中心点啊 这两颗红夹子 是竖条的中心点 我们中心点 都用同一个颜色的夹子吧 这样便于上面起脚 好,这个是 横条的中心点 我用这个红色的夹子 好,这也是横条的中心点 相当于用红色的夹子 因为我们这面 还要加18根调上去啊 它就是中心的位置 好,接下来 在这边加18根上去 其实夹法和这个面呢 是一模一样的 我来给大家具体说一下 你就会发现 是一模一样的 第一根 第一根是以 压啊,调啊,穿入 压啊,调啊,压啊,调啊 压啊,调啊,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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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压,调啊,从头到尾啊 放进来 中心点还是在这里 夹子,针对着夹子 还是在这个竖条的中心的地方啊 所有的中心点 这里的18根的中心点 也在这个夹子里 翻上去之后 这里和刚才的第一根 是一模一样吧 但是这根呢 和这里 这根 它是 有规律的 看 看这根啊 这根 我手拿着这根 这根挑的 它压 这根压的 它挑 就是和这根完全相反 这根挑的 它全部压了 这根压的 它全部挑了 是这样子的一个规律啊 不过顺序呢 是和刚才那面的一模一样 如果你认真听了之后 这是第一根 第二根以挑一压二传入 挑一压二 挑二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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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挑二压一 然后挑一压二 挑二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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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挑二压一 好 放进来 中心点 对着夹子 看到没有啊 在中心点 两侧呢 又有一个压一挑一了啊 压一挑一 其他两边都是正常的压二挑二 和另外一边的规律是一样的 第三根以挑二压二 穿入 挑二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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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把挑的全部拿起来了 放进来 中心点 对齐这个夹子 第四根以挑一 第四根以压一挑二穿入 压一 挑二 压二 挑二 压二 挑二 压二 压二 挑一 压一 挑二 压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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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挑一 好 放进来 中心点 对齐夹子 中心点所有的都有对齐夹子 还是四根一个循环 后面第五根和第一根一样 第六根和第二根一样 第七根和第三根一模一样 第八根和第四根一模一样 第九根又和第一根一样 第十根和第二根一样 第十一根和第三根一样 第十二根和第四根一样 第十三根又和第一根一样 第十四根和第二根一样 第十五根和第三根一样 第十六根和第四根一样 第十七根又和第一根一样 第十八根又和第二根一样 做到十八根就停止 大家把教程倒回去 仿佛的看 自己把后面的加上去 都是循环的 这边的十八根全部交好后 是这样子的一个图案 大家对一下 外面呢 它就是一个大大的正方形 里面又有一个斜着的 用图案包成的小正方形 这小正方形的很好看 这是一条边长 这是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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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现在里面的夹子都用得到了 因为里面的已经编好了 我标出来给大家看 我直接把这个红色的夹子 移到这个外面小正方形的 这个顶点上 把它的顶点标出来给大家看 看它的四个顶点 其他地方呢 已经标好了 我动一下夹子 给它装一下 看 这两个 这两个 这是里面那个正方形的四个顶点 看 这是一条边 这是一条 这是一条 好 这个小正方形呢 其实就是底部 它旁边的四个三角形 后面我们要起脚 把它起了啊 后面是起脚的部分 好 这个大正方形的四个顶点 固定一下 不然这个条它会松掉 好 现在底部就完成了 完成之后 这些多余的夹子 把它拿掉啊 留下 两个正方形 各顶点的四个夹子 就可以了 就是里面这个的 四个顶点的 外面这个四个顶点的 就可以了 然后呢 这些有缝隙的地方 我们还得调整它一下啊 不然后面不好拉 你可以先把这个夹子拿了啊 拿了 把它调整好了 又把夹子放上去 好 它这里有缝隙 看到没 你这样一根一根的掌一下 往中间掌啊 不能往两边 往两边的话 你就白掌了 我们这个中心点就白弄了啊 中心点要让它在中心位置 四个方向都掌一下 大家给它调整一下 让它没有缝隙 把这个底部弄结实 缝隙调整好之后 我们来起脚 起脚的地方呢 就是里面这个正方形的四个顶点 一个顶点 起一个脚 你就看个夹子就行了啊 这里如果大家觉得不明显的话 拿脚布 把这个正方形标出来 或者是说 你把这个条这样穿一根下去啊 我呢是喜欢看夹子 我用红夹子标出来的 接下来就找这四个红色的夹子就可以了 你也可以对着找啊 就是正方形对着的地方 顶点的对着的地方 好 现在我们来起第一个 把这个条呢这样 掰上来 看这个夹子啊 把夹子左右两边的条 这样合并在一起 来看怎么合并 第一根 我呢是习惯把左边的往右边掰 好 这里具体怎么挑呢 就是看前面 就是以底部为参考 来看第一根 第一根它底部原先 最后这里啊 就这里是压了两根 压完就得挑 挑完就得压啊 压了两根 那我们就得 接下来就是挑了嘛 就挑两根 然后就挑两根 过来它就挑起两根 然后挑完就又压 又压两根 又挑两根 压两根 挑两根 压两根 挑两根 压两根 挑两根 好 这一根脚就起好了 第二根 第二根看它底部 最后这里呢 它是挑了一根 挑了一根 要挑呢就挑两根啊 挑了一根不够 我们就给它再挑一根 它就再挑这里的一根 挑完之后就得压 然后就压两根 挑两根 这样就对了啊 压两根 挑两根 压两根 挑两根 压两根 挑两根 好 这里只有一根 倒压就压 倒挑就挑啊 好 两根就弄好了啊 你还可以对一下看看 它和这里的纹路 对不对得起啊 是对得起了 就对了 然后我们就第三根 第三根呢 是挑了两根 挑完就得压 所以它过来这边的时候 就压两根 然后挑两根 压两根 挑两根 压两根 挑两根 压两根 挑两根 好 第三根好了 第四根 第四根这里是压了一根啊 底部这里压了一根 压就得压两根 还不够一根 那屏过来一根 这样啊 就是两根了 接下来压完就得挑了嘛 就挑两根 然后压两根 挑两根 压两根 挑两根 压两根 挑两根 一根 好 四根就起好了啊 也是四根一循环 后面的呢 就是第五根和第一根一样 第六根和第二根一样 第七根和第三根一样 以此类推啊 大家把这边的全部掰过来 就是掰到这个夹子这里 从这个夹子起掰稳过来啊 这里我们弄一小结 你就要拉一下 后面的话 它不好拉 弄一小结 就轻轻的拉一下 拉好之后呢 用夹子夹着 反正包上大家编的时候 一定要编编编拉 就是你编几根就得拉一下 编几根就得拉一下 这个我就不说了 大家自己要主动去拉 然后隔一小段呢 夹一个夹子 这夹子多准备一些 不然它会散开掉 好 后面自己把它弄过来 第五根你看 又是压和第一根一样 压完就调 然后调啊 压啊 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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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看底部啊 按照我说的这样来找 如果底部没有看懂的 你就按照我说的 调几根调几根 一模一样的做起来 胶成倒着回去看就行了 好 第六根 好 第一个脚 起好后呢 是这个样子啊 我们多用一些夹子 给它固定一下 第一个脚 起好 如果你确定对了 这里的夹子 就可以拔掉了 不确定对呢 你就留着 因为如果你发现错了 我们改的时候 改到这个夹子 这里就可以了 底部是对的 你就不动底部 如果你把夹子抽掉 一不小心 就把底部也改掉了 好 第一个脚 好了之后 我们起第二个 因为一些平台发布视频 有时长限制 后面的内容呢 就下个视频教大家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